来了 前期在牧房 KRG直接被冲了一波 这就是你原住民分采的一个情况 这两个人搞特技 两辆车直接翻了 潘多拉侧面拉过来直接给掉 裂开了 得亏是旁边SMS的枪线也是帮了一手 第一波的帮忙 导致第二波的坦克 起步太慢了 进点博雷昂跟弗莱恩 两个人已经跑过来 博雷昂再点一波 出不来出不来 因为对于WCG来说 会有一个这种遭遇战的 一个致命的点是什么呢 他不知道大仓有没有人 所以他不敢轻易去 他如果是就比较的可观了 但现在悟空很难超过 十七第一周的一个分数了 是的 好嘞 直接炸倒满血倒 组织了 烟已经散了 但是还是有SMS的枪线呀 把人补了就行 没关系 剩下一个了 慢慢处理 现在CTG跟SMS都处于 怎么玩啊 炮龙能扎进来 TMA都咧开嘴笑了 是的 这炮龙没有人 兄弟们 这个位置 不考虑到北边的位置 不考虑L港 因为那边带的水域面积非常的大 那接下来的刷圈的这个方向的趋势 就还是会往这个左下角去走 那我直接拿这一块的中心 那可不就是炮龙了吗 这圈能拿到天路这种位置 连一下大尔街东边山都好了 嗯 正在有许生 各打一个 两个队的 是的 一个打鸭屁 一个打Ruler 对 TMA应该是核的时候被打的 去炮龙的时候被打的 但是这边是经典的一波遭遇战接的 车炸了补了 剩一个的时候就放一放 来了 趁着别人在打把的时候 KRG也选择了攻防 KRG现在这个牧房很香很香 那隔壁小二轮没有枪线了吧 直接跟从侧面开始进攻了 CTG会合到小店了 全是枪线 匆匆108 兄弟一波跑把 是的 被TMA一波急火直接给秒了 其实KRG隔壁 大家去打打正面 从其装箱位置起推 对啊 但是Pyro的优势来了 这个圈刷完之后 他的悬押的位置可以待很长时间 可以接团 马云罗先放到两个 这边枪声异响 FYM趁机直接溜进去 前面的舱里面早就有人啊 阿韦直接在车上被打下来 后点的隆重拳也没了 牛HAPP也被打下来了 牛HAPP也在忙里面插 牛HAPP反绕了一波 南南跟周平安分到杨标了 南南找了一个位置 这地方居然安全 但周平安 这两个人怎么办 别低了兄弟低一个 队友又掉一个 真的觉得牛HAPP 那位置太难玩了 你说这个真的是有可能性的 但是那个位置是在天路的可控范围之内 对主要是找船三阶段了 悬崖上一定有人 找船也是给 不如开车试一试 反正想找船是能进这个圈 但是还是给 在这个位置上好危险好危险 队友快保护我 苏九将胶羊给放倒了 这边再往里面去扎 因为天路整体的战线火力 拉着会比较开 所以没有那么的集中 但轮胎被打掉了 就尬住了 顶不住高点 萨萨这个枪线有点致命 苏九还被撞倒了 这样只能往里面去跑了 出大事了 但里面又会有另外一番危险 这一波把队友给 就稍微着急了一些 因为确实没有办法 那种情况很难不及 但是结果是好的 结果只找了一个 是 这些把我混进来了 早溜了 写信吧 这去找的话 你会漏很大的声位 明明还是被打了 被CTG给打了 CTG从小间里面出来了 DT也扎进舱里面去了 跟南南揍 我以为是给兄弟们练枪法的地方 确实 这样被扶起来了还行 南南被轻掉了 牛海比真是没法玩 这是 侧面天路的烟 忍 现在就是隐忍 硬等 这辆车 是能不能进下个圈的关键 所以必须得也要不断地虚忍 先去保车 悟空想要寻找更好的机会 跳起来去观察 试一下枪的这个强度 看看哪一侧的强度更低一些 悟空要攻这个大仓吗 中心点真要攻 这么主 弗莱颖直接大脚步腿过来了 看到了马前锋的图牢 天地地的出枪 博良直接被放倒了 这没法攻 弗莱颖能抓timing进来吗 没有 有点难 藏一下不也还行吗 AZ再加枪了 这个反坡是能贴的 反坡再圈的 过来直接先锋一个侧面的烟 是 落地之后再躲第二波的雷 人被打残了 被打残就危险了 CRAZY112直接被放倒 但是XLFT这血量也不高 还好 还好 还有我转转头脓的空间 OK的 弹进小海内阁屋的 考验累积的时候到了 现在TMA开始封背后的烟 两个人在房间里面出不去 还在往二楼灌道具 一楼进一个 天到几年了 鸭皮倒地了 小左拉过来了 先把这个头拿下 二楼在小隔间 出也出不来 被指甲全闪 这个闪自己也失误了 但是同时也闪到了对方 一颗雷直接将小海给放倒 派人说把这个炮楼给冲下来了 是的 只剩一楼一个 这种西边的有反鞋的位置 确实你扔雷啊 扔得很舒服 因为他没有其他战队的枪线干扰 我感觉小左就是那种想的贼简 就是我分什么的 但是你想要再往前去冲 拿淘汰分 希望很渺茫 那过点太长了 不管是天霸还是FTY 两个队伍在这一刻 对于北侧队伍的防守是一致的 嗯 插插路把马哥给打了 然后AZ被不好扶 有雷来了 永远过来丢的雷 扶不了就没办法了 龙斯格也知道近年有一个的 然后再盯 得小心一点 哎呀 这小左哪都爬不了啊 上面插插路压着 永远在近点 但龙斯格这个雷好准 说好的车底安全了 骗人的吧 主要是刚刚响了一枪 这个位置更准确了 对的 永远爬了很久 一想枪 龙斯格这两颗雷全部都100多点伤害的 是的 把人补了还欠他50多点血 真过分 随之小路也被找到了 那这样的话 小左就可以把马哥扶起来 外面这个反坡看得不能走 破点 虽然离这个乍两只有50米的距离 但是很远 拉出去轻人了 不好拉呀 Peroi揍了 小左倒了 掩体也不是很好 在烟风弹内 另外一面是要露给CTG的 哇硬混 没有头 北有FTY 南有CTG 这确实没得操作呀 小左被捕了 剪下小左的包 看还有没有烟 真惨 真惨 好 马云龙 独狼也被找到 这一颗雷 灵树直接塞到了小轩的脸上 崔其一在等 愿者上钩 天霸卡在这个小店里 小的卡在这个大店里面 小五第一那边直接配合上 17兽的枪线 一瞬之间KRG倒两个 天霸崔其一也倒了 来拿分的 这崔其一被打了这个有点惨的 烈了烈了 崔其一这边的防区可是他一个人独守的呀 脚底下的菠菜也运过来了 现在头顶上得亏是菠菜没有雷了 要不然这个位置说实话还挺危险的 一颗折脚的雷就知道在脚底下 没炸死了 不再把崔其给补了 南边CTG来了 17反坡回不去了 17只能被动的往这个仓里面去进了 没错 小鬼那边也是确实 瞬间刷了个屏 林叔又打一个 Monster倒了 现在天霸守在正中央左右 就告诉了17难免走不通 封路 哎呀真难哪 这位置咋办嘛 走不了 走不了 确实没得操作了 这种位置 就是这种位置是属于那个在防区当中的队伍啊 他听声音就可以了 两个人前面都个子被白了一下 脚步声巨乱 还有脸贴脸 听声音 对于FTY来说得要简化交流 嗯 许诚已经把琪琪给打了 林叔换了一个喷子跳下来了 跟小唐正面看怎么配合 人呐 找半天 贴的这么近 却又感觉那么远 龙伍哥在屁股 完了 唐滴滴的反打龙似哥直接被秒了 还给补了 哇 这一波许诚跳下来之后 直接一喷子喷到一个 林叔呢 林叔又没了 左兄弟在心中 你爱打我失踪 别想找到我 又让我想起了昨天林叔 一颗雷拿三分 但是今天被点着了怎么办 是那树着火了 那确实有点难受啊 没事啊能混 马先锋出枪了 coco直接被连打 这一波多拿两多拿一分 哎呀 术后这个没办法反应不过来了 是 天天一波出枪直接秒 现在FTY依旧是有一个人数的小优 三人小队 对 对 要不然尝试往右边摸一下 这条反坡 cpc挺舒服的 能有人补枪吗 这个位置 猫斯特可以吃一个满闪 测试了 没问题 就是满闪的位置 反坡继续pick 再起来 再一个 还有最后一人 再找啊 没有看到 而且队友快浮起来了 莫子里 就在刚才的位置上 被白了一下 有惊无险啊 恭喜ctg 在今天的艾伦哥